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白一号星 雪拉的兄长死亡后 一场人类和精灵的战争被扼杀在了摇篮中 魔王的眷属卷土重来 对于人类肮脏的血液产生厌恶 于是森林的人们遭到了屠杀 爱丽西亚回归王都 见到了人人惧怕的萨多勒 听说这人最近去了南方的森林 萨多勒声称救赎了南方森林的人们 爱丽西亚问他是否讨厌人类 对方却说他深爱着人类 毕竟是神明的墨益 而且他并不允许魔王的崇拜者出现 得知爱丽西亚要返回中心城法德拉 萨多勒表示自己也要去 最近大神官预言 魔王将在西边城市复活 他作为圣骑士 自然是要前往那边调查 爱丽西亚一惊 另一边 雷姆指导雪拉学会了召唤术 大波罗就在旁边看热闹 这个召唤出来的东西有些鸡肋 耗魔比较强 只有共享视野这个好处 真正有用的还是肉体结实 攻击强的召唤兽 但难得召唤了出来 雪拉还是决定用契约使契约 大波罗好奇 雷姆就给了他一枚 这玩意儿 大波罗没在游戏中见过 等到雪拉和小鸟契约成功后 大波罗用硬币做了个测试 雪拉发现小鸟的视线和自己共通 这时他在拉弓 竟然能精准地射中硬币 也就是说 有了这个小鸟后 雪拉就能在敌人看不见他们的地方出击 视野对于远程的射手来说 就是个宝贝 大波罗以前在攻略上看到过这个 顺便就记住了 这时雪拉秀了秀自家的魔宠 不是小鸟身上的味道 他视线瞬间瞄到了雷姆 说他身上出臭的 雷姆顿时胀红了脸 说不可能 雪拉提议大家一起去洗澡 大波罗还以为是泳装回 开心地跟过去后才发现 这个异世界根本没有泳装的说法 这波叫福利回 泳装大波罗完全OK 真让他看大妹子脱光光 他反而还承受不住 雷姆生气 说暴人族不会臭 汗也不是闲的 雪拉不信邪 搂着雷姆就是一顿 雷姆气得捏住他胸前软肉拽 很难说这其中没掺和私人恩怨 听着俩人嬉笑打闹 大波罗眼中充满了渴望 但他却不敢正眼回头看 没忍住稍微瞥了一眼 还没看清就听俩人尖叫 大波罗立刻说回视线 然而雷姆尖叫却是因为被抓住了 抓他的人就是爱德尔 他从别处听说了 雷姆身上封印了魔王 大波罗皱眉 雷姆的秘密竟然暴露了 雪拉还是第一次听说真相 他难过地抱住雷姆 然而令雷姆奇怪的是 爱德尔竟然不杀死他 替魔王解封 爱德尔却说魔王很纤细 破坏宿主不好 他似乎知道解除封印的办法 并说雷姆将会作为魔王的母亲 受到魔族的后代 大波罗有些不相信 于是爱德尔表示 可以说出解封的办法 让大波罗他们自己尝试一番 大波罗迟疑了 他想将魔王的灵魂 从雷姆体内抽取出来 问题是 他是否能击败这个解封后的魔王呢 不过方法都送上了门 大波罗放话 要解决假魔王 爱德尔说他做不到 俩人冰刃相交 最终爱德尔因为身高矮了一截 刀梅对上大波罗脖子 答应三天后满月 在匠星塔见面 雷姆的情绪低落 几人坐在猫咖发呆 爱丽西亚找到了他们 雷姆疑惑 他随便选了一个地方 爱丽西亚怎么找过来的 爱丽西亚没有回答 插开话题让众人回旅馆 表示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他将萨多勒的事情说给了众人 并说萨多勒作为骑士 有100级 实力绝对不会比彻斯特差 游戏中的圣骑士是官方NPC 大波罗也不知道对方的技能 爱丽西亚说 萨多勒是疯子 他一旦发现有人是魔王簇拥者 就会对其进行拷问 直到对方承认簇拥者的身份 大波罗沉默了 别说簇拥者了 他这个自称魔王的人 岂不是很牙白吗 所以爱丽西亚希望 三人在萨多勒离开前 不要出旅馆 乖乖当个家里蹲 雷姆觉得大波罗不会输给圣骑士 不过爱丽西亚却认为 萨多勒的实力很离谱 结果一转头就遇上了蹲点的萨多勒 大波罗想着今晚有要紧的事情 赶紧糊弄过去 下意识开口自我介绍 扩诺一时见魔王的 萨多勒一看送上门了 肯定不会放过大波罗 顺便将爱丽西亚也打成了同伙 雷姆替爱丽西亚说话 却被萨多勒视为奴隶 使用了号称神智技能的能力束缚 大波罗一听 又是游戏中没有的技能 可定睛一看 只是魔力扼住了雷姆的喉咙 萨多勒认为大波罗在撒谎 他是不尊重神明 于是对他也使用了技能 小伙子还是年轻了呀 萨多勒估计是点了 无勇畅魔法技能 装模作样说自己是神次技能 结果今天踢到铁板了 遇上了大波罗的反甲 自己反而被石化成了雕塑 短时间内难以解开 萨多勒等人狼狈撤离 爱丽西亚疑惑 大波罗就这么放他走 大波罗一看 爱丽西亚竟然不是在开玩笑 真打算让自己杀人 就有些怀疑他了 另一边 雷姆在考虑将魔王的事情 告诉给爱丽西亚 雪拉认为爱丽西亚是好人 说了也没关系 大波罗却反对 毕竟爱丽西亚是国家骑士 他的立场是不会让魔王复活的 雷姆却相信爱丽西亚 他将真相说了出来 看着三人其乐融融地抱在一起 大波罗总觉得有种违和感 但他以为自己是社交废柴 不小心看错了 三天后 几人前往将星塔 大波罗还担心 爱德尔不会同意爱丽西亚加入 没想到爱德尔问都没有问一句 反而说起将星塔的魔法阵 他们要通过魔法阵 加强魔王的灵魂 这样才能加速魔王的复活 让他离开雷姆的身体 雷姆无法相信魔族 但他相信大波罗 能将他从之前的命运拯救出来 大波罗开始给雷姆的小妇注入魔力 滚烫的魔力令雷姆浑身颤抖 然而魔力输送进去 爱德尔还是摇头 魔王的灵魂藏得太深了 需要在肚子上开口注入魔力 学拉反对 这样一来雷姆会死 结果爱德尔语目惊人死不休 还有一个办法 雷姆身下不是有入口吗 大波罗伸手去够 谢谢 这话可不能说啊 咱不是正经动漫吗 大波罗自个儿都觉得不合适 奈何雷姆为了终结命运 答应了下来 大波罗只好闭着眼睛 开始输出魔力 要不你们那啥补个魔吧 我就当没看见 大波罗找到了魔王寄宿的位置 庞弹的魔力瞬间灌输进雷姆的体内 生了生了 魔王巨大的身影出现在半空之中 众人大惊 这就是传说中的魔王 雷姆拜托大波罗 一定要击败魔王 大波罗答应了下来 谁知魔王笑了两秒不到 嘎从半空中摔了下来 烟雾散去 一个双马尾金发少女质问大波罗 是不是他吵醒了自己的胸眠 魔王克雷姆斯库尔姆 名字好长啊 就叫小克吧 小克决定让大波罗知道魔王的残忍 谁知既能放一半 他突然傻眼 残忍的战斗是啥来着 大波罗一惊 这家伙连怎么战斗都忘记了 小克想不起来 准备放火烧了所有人 许拉曲说这不对 小克一听 好吧 你声音大你对咯 爱丽西亚疑惑 魔王不是要毁灭所有人类吗 雷姆却提出疑问 为什么要毁灭人类 如果不是自愿的话 完全可以放弃啊 小克一听 好像是这么回事 毕竟他都想不起来毁灭人类的理由了 再加上雷姆和雪拉诚挚的恳求 小克决定不去毁灭人类了 结果全场最急的反而是爱丽西亚 开什么玩笑 魔王竟然不毁灭人类 爱德尔你说句话呀 爱德尔认为魔王最重要 毁灭什么只要魔王开心就好了 小克说肚子饿了 雪拉随手投喂了饼干 他一口下去 惊为天人 定下了复活的目标 吃遍天下所有的饼干 爱丽西亚彻底傻眼 大波罗抱着虚脱的雷姆 带着众人返回城市 他担心雷姆无法接受这样的魔王 雷姆却说 只要魔王不杀人 万事大吉 这时侍奉上一代魔王的奥罗出现了 说是要为魔王的复苏送上礼物 首先将眼前的人类全部屠杀殆尽 爱丽西亚告诉众人 奥罗活得比魔王还大 是古老魔族中十分强大的存在 小克震怒 说奥罗杀人他还怎么吃饼干 奥罗质问艾德尔 为什么不杀人族 难道是因为转生不够完成 他决定杀死不完整的魔王 迎接真魔王 艾德尔立刻挡在魔王奥罗面前 说他自作主张 魔族应该尊重魔王的意识 奥罗却说 魔王有必须完成的命运 奥罗重创了艾德尔 大波罗见状准备出手相救 作为玩家 深知偷袭不能发生 不过奥罗反应很快 立刻躲开了大波罗的攻击 他俯身往下冲 同时用出了冰枪 王恩克巴罗斯的独有技能 大波罗冷笑 游戏中首杀脑之魔王的人是他 这戒指就是当时的战利品 不过能知道脑之魔王的存在 奥罗果然是魔族最长寿的存在 见打不赢大波罗 奥罗立刻撞向小克 这时雷姆却扑倒了小克 他自己都没想到会这么做 小克在雪拉的教导下 已经学会说谢谢了 大波罗的攻击落到了奥罗身上 他倒飞出去捂住伤口 意识到自己没法打赢 于是奥罗化作飞鸟离开了这里 但要是离开 谁知道对面还有没后手 他的主要目的还是保护留下来的人 奥利西亚不满地皱起眉头 另一边小克要跟着雪拉他们回中心城 艾德尔说自己无法靠近中心城 会在森林等他召唤 一行人回到中心城 大波罗因为蓝条好损一蹶不振 小克就不会 因为他是魔王 魔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雷姆没有跟过来 这个房间睡不下 他打算和奥利西亚一起睡 这时雪拉一把衣服 像效仿上次那样 让大波罗打起精神 并告诉小克这样自己也会打起精神 小克十分好奇地凑了上去 真是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啊 道德在哪里 链接在哪里 我吵还真的有效果啊 三个人上演了一出补魔大戏 魔力流窜过后 大波罗的MP是彻底满了 这就是魔王的魔力嘛 这也太强了 另一边 艾利西亚回想起父母和周围人的言论 他曾见过人类高层丑陋的面貌 所以他决定让魔王履行责任 杀死恶心的人类 缔造一个完美的世界 与此同时 萨多勒也从魔法中解除了书来 他狠狠地丢了脸 决定要给那些亚人一些颜色瞧瞧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爆肝一号机 大白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